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们剩最后一趴了 韩国瑜这个罢免案 这次严格讲危机是非常大 韩国瑜现在都尽量低调 但是不要忘记 一开始他同时在竞选总统 有人在发动罢免的时候 韩国瑜面对这个媒体的时候 好像在一个一个自己的 讲什么样 罢免放马过来 口气很硬 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现在最近不是夹着尾巴做人 完全低调 市政为主 认真勤快的很 他显然是低温低调 那蔡英文也发有讲话 说能不能成功 看你韩国瑜的表现 意思是说你要乖乖的 还有点机会 你只要在唱秋 再怎么想要涂大卫 保证你死的难看 我想这次选举 对韩国瑜是很大的打击 是个教训 虽然他拿到500多万票 但是不是完全认同他个人 那倒是未必 很多就是反蔡英文 反民进党 反台独 不得以含泪含血含恨 去投韩国瑜了 韩国瑜不要讲说 他有500多万票的支持 他自己这次 还有一个宣称 因为很多人 他不断投入选举干什么 不是真正什么 要救台湾 要让民进党下架 是图我们台湾的选举还有一种很 本来利益良好 现在是扭曲变形的 就是选举补助款 不过这次韩国瑜说 他上次选总统 有一亿多的选举补助款 他一毛钱 一块钱都不会拿 至于怎么用 我还没有看到 那至少说 我不是为钱来的 我是为了政治 我的为民服务 是有公共理念的 那最近当然各式各样 他推出各种各样的活动 尽量让市民感觉 他是专心于市政的 他上次被打 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不专心市政 假挖来挖挖挖 太贪了 对高雄市民不负责 这次他到底能不能过关 高雄市民会不会不满到 再怎么样 继续配合民进党 扫泄旅庭 趁胜追击 把韩国瑜罢免下来 是一个值得观察 一般来讲 罢免本来就不容易 第二个通常惩罚过了 已经把这个总统 那个大梦打不掉 也达到一定惩罚了 发泄了 通常如果没有太大意外 老百姓就是算了 以台湾 但如果经济持续恶化 那他原来的很多这个支票 完全没办法兑现 然后再加上 这个这一部分 好像不太可能 搞了一些荒腔走板 他以前不是很喜欢 做奇怪动作吗 这次基本上都重规重矩 如果没有再出现 那些奇奇古怪的动作 讲一些 风言风语 那我认为 说不定他会 度过这个难关 他不管怎样 这次是给台湾的民主 政治里面 很好一个 一个教训 这些政客 太胡扯了 太荒腔走板了 好好的教训一下 这个我认为是 那会不会 彻底 把他下架 展现老百姓说 一定要 让你知道 不要以为 说个头过关 当你干了这么个蠢事 坏事 就是要让你彻底付出代价 让你从政坛上消失 本来还有人讲说 他会不会输的总统 要选党主席 这次都不敢了 还讲说钱都不敢拿了 好 但我要讲的 国内的一个议题 就是 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 不过讲讲这个 说真的 没什么太大兴趣的 就是郝龙斌跟江启臣 国民党在这边 又在开始搞了 真什么呢 比如说投票箱 投票人数 这些这样那样的东西 大家说真的 搞不太清楚 他们真正要干什么 那 国民党的这个选举 为什么落得如此 他们现在有三十几万 三十一万的党员 全台湾要设 两百七十个投票所 江启臣认为太少 不方便投票 那郝龙斌说 已经决定了 怎么说中间 有改变游戏规则呢 记不记得 去年的国民党 这个党内初选的时候 本来也是就定好了 忽然间改变游戏规则 民进党也改变游戏规则 所以郝龙斌说 不应该再改变游戏规则 各有各的说辞 其实下面都各有各的盘算 那再加上什么副困级 要不要让他恢复党籍 也在争 所以国民党到底 能不能彻底改革 能不能通过选过党主席 然后组织改造 出现新面貌 未来是不是台湾 就很有影响力 令股政治力量 都在未定之间 这一点 台湾老百姓说真的 再加上这个新冠疫情 铺天盖地而来 人人自为 大家关心眼前的利益 国民党如何改造 已经也不太重要了 但是这个东西 是啊 国民党是不是能够改造 能不能重生 也许有人不是那么关心 但我们的政治里面 有没有制衡力量 反对派的力量 能不能制衡执政党 当权派 这还是个严肃的议题 国民党不行也很好 彻底看开了 新的力量在哪里 如何出身 柯文哲的力量可靠吗 那些时代力量 照说 他们不是民进党 民进党执政 不是时代力量执政 什么激进侧义 那到底 你们有没有尽 在野党的责任 好好监督呢 这是老百姓关心的 那比如说最近 还是跟疫情有关的 疫情政治学 大家在吵什么 除了武汉 这些台湾的同胞 能不能被接回来 这个争议之外 还有一个最近争议什么 就是到底台湾 现在有关新冠疫情 有没有社区传播 因为本来社区传播有几个指标啊 出现第一个找不到来源的感染的时候 照说就已经达到 所以陈时中防疫指挥官松了口 说啊 也可以说是 后来马上就改口了 说这个叫什么 零星的社区感染 不是社区传播 而且是零星的社区感染 所以不是啊 还达不到 那这有什么好争呢 那在争什么呢 那另外一条就是 那这个社区感染 社区传播也好 如果存在 那到底在哪里了 那政府好像找不到来源 那到底这个源头 现在会不会持续在传播 会不会影响到我家小孩 那我出门到底该怎么样戴口罩 所以这个地方又涉及到 该不该公布 这个查不到来源这个病例 在什么地方 柯文哲就跟陈时中就斗起来 陈时中说 这个时候有必要这样子弄吗 这样子弄会制造恐慌啊 柯文哲就说 两岸是同个将冈爆出来了 这地方 你不知道 大家也更恐慌啊 真有趣 在真这个 到底是不是社区传播 这是一个层次 民进党在搞什么 民进党这一次都是在 我们多么的神勇 我们那个执政多么有效率 我们应对做是多么的棒 到目前为止 就连反对太多肯定 所以他守住三个零 零死亡 零输出 零社区传播 这是最棒的政绩 这个政绩如果破功 对他就不妙了 所以他在争这个东西 另外很多东西就反奉过来了 不是一直讲对岸吗 对岸啊 吃的文化没水准啊 公共卫生没水准啊 医疗没水准啊 官僚没水准啊 那也是个言论被控制 不透明 邝文哲就戳了下去说 那这一次的 那个二十 那个二十四还几个 那个社区感染的 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不能讲 诚实说 为了疫情 为了这个整体作战 你讲多了会带来渲染 渲染会带来恐慌 那我就要问明 这个很多绿的 你们不是讲中国大陆吗 在控制吗 很多东西不是透明吗 舆论监督也没用吗 那怎么换个位置 等到自己也是这样呢 所以是非常的反讽 下礼拜见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 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网 YouTube频道 收听收看 新闻事件